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門司港開港到現在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了 整個區域充滿了明治跟昭和時期的西式建築 讓我們吹著海風好好享受這個區域吧 這裡位在北九州市的北端 也是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從福岡市博多大城新幹線 轉達電車只需要40分鐘左右 從北九州市最大的車站、小艙車站出發 也只需要10多分的車程 這裡與本州的山口線下官市中間 只有隔著關門海峽 兩個地方非常的接近 門司港車站建於西元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央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 馬上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室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也有咖啡來傳達歷史 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的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正實習都留下來的呢? 門司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後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的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ad Don't Mark一樣 非常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區使用福岡產的苦林所設計 木質調的深色座位跟黃白色調 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司港Retro 充滿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司港的歷史氣息 這也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200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是景點可以參觀 眾望畫材舊門司三井俱樂部於1921年 作為三井物產的接待和住宿設施 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1922年愛因斯坦夫婦也曾經住過這裡 沿著海邊悠閒的散步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地標建築 比方說鑒於1927年登陸的前文化財 北九州市舊大阪商船 或是北九州市立國際友好圖書館 Blue Wing Moji 是日本最大可以讓你行走的吊橋 就是有船經過會升起來的那種 據說因為很浪漫 讓這裡成為戀人的聖地 想要從另一個角度觀賞門司港的美景 可以登上門司港的レトロ展望室 可以從標蓋100公尺 31樓觀看美麗的門司港景色 由於周邊沒有大樓 那也可以無遮蔽地看門司港、海景 以及對面的下觀室 九州鐵道紀念館 是一個鐵道迷不能錯過的景點 展示區展示了九台二世紀不同時期的列車 其中1937年的Kiha 42055號 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之一 迷你鐵道公園 可以讓家長帶小朋友 體驗搭電車的樂趣 本館的明治時代客車可以入車廂體驗 二樓也放了許多重要的鐵道文化財 本館本身的建築物本身 也是一個文化財喔 離門司港只有一個海峽之隔的下觀室 也有很多好玩景點 唐湖魚市場可以便宜價格吃到新鮮海鮮以及河豚 也可以拜訪影響歷史馬關條約的簽約之處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期再見 掰掰